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在昨天傍晚结束 左翼候选人前总统劳拉击败了尋求连任的极右翼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为新一届总统 在开票期间博索纳罗曾一度领先劳拉 最后劳拉仅以50.83%的有效票击败博索纳罗所获得的49.17% 双方得票率差距仅仅为1.8% 当劳拉知道选举结果后在圣保罗市与支持者见面 指出他的胜出是迈向民主的胜利意义远远高于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 他会致力确保国家团结而当前急務是要结束饥饿 并且争取可对全球出口粮食同时寻求公平的全球贸易 他又表示新政府必须恢复与立法、司法、商界领袖以及工人之间的对话 并且承诺会与国际合作保护亚马逊与林 巴西曾经在本月头举行第一轮投票 当时两位候选人都未能获得超过一半的选票 迫使要在昨天进行第二轮投票 今次是巴西自从1980年代恢复民主和实行直选以来 首度发生现任总统争取连任失败 在投票结束后劳拉的支持者纷纷上街慶祝 从街边的小贩那里购买啤酒和食物 而劳拉将在明年1月1日正式宣誓就任任期为四年